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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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雖然沙特是那樣的聰明 然後在文學上跟哲學上都是那麼的有成就 但是他還是得要面臨很多老人 會面臨到的那種所謂的智能的一個慢慢的退化 這樣的一個事實 所以他這邊也描寫到說 他後來就開始有一些短期失憶的狀況 就是說他會有沒有跟人家約 他明明沒有人跟人家約 他就以為說他會跟人家約了 然後要趕快去哪裡跟別人見面這樣 所以他這邊有一些描述比如說 他說他的臉部扭曲 香煙從手裡面滑落下來 而且他坐在電視機前面還問說 電視在哪裡 然後樣子像幾個幾歲的吃蛋的老人 那像這些部分的描寫 其實後來有人就批評那個寶阿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把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跟文學家 老年的時候這麼不堪的生活把它寫出來讓所有的世人看到 有人會這個角度去切入 但是我覺得就郭娃跟沙特來說 其實這是生活的一個部分 不管你是冥人還是你平凡的人 每個人都不需要去面對的 那這個也是沙特他很 很真實的一個生活的寫照 所以他並不會從這個角度去看說 因為他是一個冥人 所以就要留給世人一個最美好的印象 然後他不需要去面對老年 也不需要去面對死亡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還是把他會很忠實的把他的這些生活中的一些片段 或者說這些他怎麼樣去慢慢的老化的這些過程 他也同樣很忠實的去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他講到說他在讀一本書 可是他說他讀了又讀 讀了又讀 但是波娃覺得說他可能什麼都沒有讀進去 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77頁倒數第四行 我們經過聖雷米市以及一條漂亮的香煎小河回來 對 從這邊開始 我們經過聖雷米市以及一條漂亮的香煎小河回來 沙特看了手錶 我後來笑著對他說 你那人有冤嗎 他說有的 你也知道 他那個今天早上在啤酒店遇到的女人 我說我們沒有去過啤酒店 他說有的 這珠泡石在路邊 他辭議了一下 也許是昨天 我向他保證沒有他人約好 過後他告訴我說那是很漂浮的印象 要是只有他自己一個人 他也會直接回去 好 謝謝 好 OK 所以這邊的話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記憶力逐漸地開始衰退 所以他很多東西會搞混混亂 然後會記不得或是記錯這樣子 好 那 那時候應該只有差不多六十幾歲而已 六十幾歲而已 對 他七十幾歲過是 他七十幾年是衰得很快 對 因為夏澤他有一段時間 他為了寫他的那個哲學巨著 所以他曾經 就是遲一些可以讓他比較亢奮 然後可以持續工作的那樣的 我 我也快 我還笑 然後他很年輕 我六十六歲 現在人的保養比較好 對 那夏澤有時候他寫說這是拼了命這樣 我覺得他是過度的在耗費跟燃燒他的生命 我覺得像這種文學家他應該是動腦力的人 對 那就是他把腦力士這個地方好像受損的一種種 就是說文學家會不會比較不容易智力退化 或者是動腦力的人是不是智力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得腦力失智症 明白這樣講 這個 一直在用腦力 不過我看了他好像喝酒喝的蠻兇 對他抽菸然後喝酒 他抽菸然後喝酒 他為了可能要寫作說要把他對自己 所以他是同樣喝酒 因為他我看他好像是因為 腦血管上面的一些病原 就是他有一種血栓來把I.I.D.都喝酒 然後最後腦力一直往下 對所以我覺得夏澤他跟波浩不太一樣就是說 我覺得他不是很注意自己的健康 他有時候有一點是在 嗯 我們說在消耗 消耗自己的一個身體的能量 所以我覺得他的那個會比較 但是或許在他那個時候 因為他這樣應該是差不多是平均年齡 可能也不是特別老 因為我覺得是他身體 因為他高血要200 低血要120 所以那個那個對他身體狀況很好 對 對他身體狀況 對然後還 然後如果說就平均年齡來說 尤其他們兩個都差不多 在那個年代啦 可能差不多是平均歲數也不是特別的 寿命特別的短這樣子 對但不過就是說 的確是因為我覺得 夏澤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有時候是太不注意自己的健康 然後有點揮霍自己的健康 就是那個本錢有一點年輕的時候 就過度使用這樣 所以老… 那時候是1973的話 對啊 20幾年前 現在人的生命是平均餘命 是70幾 78左右 男生大概只有74 女生是78 對 現在20年前 那差不多 對 那這個時候是他60幾歲的時候 對他是70歲過世這樣 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就是說 我們上次會賣人家老糊塗老糊塗 然後沙特有一天他也是 他也是說他自己老糊塗 就是說他好像晚上睡覺前 他都會要一杯酒 像剛剛我們這個同仁講的 他習慣喝酒嘛 喝威士忌這樣子 然後結果呢 人老的時候有時候 竟然連自己平常最習慣做的事情 都會忘記 對他竟然有兩天晚上睡覺前 忘了去跟別人要酒來喝 然後甚至禮拜六也忘記 然後後來不怕是提醒他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 沙特一庭就有點惱怒說 唉我真是老糊塗了這樣子 你看他平常他喜歡 而且他習慣做的事情 但是後來老了也會慢慢的忘記這樣 好 OK 那 那 那還有就是說他 對於一個文學家 或是一個真學家 或是一個知識分子 其實你閱讀是很重要的 好 可是後來他的那個視力呢 慢慢的喪失 所以呢 他看東西就變得 非常有時候越來越困難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 吸收力 就閱讀的時候那個吸收力也減退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在講說 有一天他們在房間裡面閱讀東西 然後他說 看一份那個新觀察家的話 他都要看兩天 看很久 也不知道有沒有看進去這樣 好 那不過我們發現這沙特很難得 就是說 他有一天他就跟那個波阿說 他說不管怎麼樣 你還是要應該開始動筆 因為他可能就是身體不好 然後波阿就要到處張羅啊 然後幫他處理這些他身體的事情 所以就工作停頓下來 然後那個波阿就說 好啊 要是你完全復原的話 我就會開始繼續工作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即使在沙特身體已經開始不好的時候 他還是會鼓勵波阿要繼續去寫作 這個都是他們兩個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對 所以他 波阿這句話什麼 是跟他講條件嗎 蛤 波阿 對 對 但是其實這個也不是沙特自己能決定的 他當然也希望他自己好起來 對 但是這個是生命的一個很自然的一個過程 好 OK 那 那我們看 沙特其實他在面對他的身體的這些衰老 然後身體的病痛 這些時候 其實他還是有顯露出他自己的一些不安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七十八頁這邊 七十八頁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七十八頁的倒數第三行 七十八頁倒數第三行的最下面 好 好 然後他這邊也講到就是說 他對他自己的身體的一些感覺 好 還有他們 他失憶的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 我們就來請 我們的 對不起第二位同仁幫我唸一下好不好 對 他 對 對 對 他 對 他 他們總有一天會把我的腿割掉 我抗議了一下 他說 喔 腿 沒有腿我也沒關係 很明顯 他對自己的身體年齡死亡所發散出的不安而苦痛 好 OK 好 謝謝 好 所以我們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他的記憶力衰退 然後有時候他事情就混亂 然後會胡言亂語這樣子 好 那當然呢 他自己 就是 也會對他的身體的一個退化 有所焦慮跟不安 這個 他也不是說就是非常的豁達 然後完全 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當然也是不可能 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說 莎德他自己有一天他也自己說 他已經是個那個老年痴呆了這樣子 好 對 然後這邊波阿講說 在房間的時候他看到 莎德還是繼續在讀那本很有名的書 很好的書 好 可是他都讀過沒有沒了 但是他覺得他連正太小說也看不出個名堂 也就是說 他已經 那個閱讀的能力已經慢慢的也是不行了這樣 所以他那時候有一個 就是他們那個現代雜誌的一個他們的好朋友 就跟他講說 他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對 可是 可是其實 旁邊也是莫可奈何這樣 好 那有一天呢 莎德自己點一根煙 然後他就 跟波阿說 他說 我再也不能工作了 我已經是一個老時代了這樣子 好 OK 那不過呢 雖然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他對生活還是有興趣的 雖然說他已經沒有辦法 從事寫作跟閱讀 可是他對生活還是有熱情的啦 好 因為呢 他說他有一次波阿跟他講說 那個比卡索是活到91歲喔 才死掉這樣子 好 那這時候那個波阿 嗯 那個波阿就說 嗯 這是一個好年紀 您還有24年才會到這個年級 好 然後那個莎德就講說 24年這並不很多 好 所以表示說他還希望自己能夠活很久 好 對 那有一次好像有人訪問 有一次在這本書裡面講 有人就訪問他就說 你今年的新希望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希望能夠活得更久 這樣子 嗯 所以表示說 表示說即使是在老年 那我身體有病痛的時候 其實他對於生活 對於生命 他還是有一些熱情的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說 他 他晚年其實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視力的喪失 就是他本來只有一個眼睛可以看東西 本來一個眼睛就沒有視力 可是到老年的時候 他的這個 唯一可以看的眼睛的視力 又慢慢地就衰退 好 好 所以呢 他就看不清楚 然後他非常的焦慮 好 然後他買一個很特大號的那個放大鏡 然後去看那個報紙上的文章 可是他常常就是連那個標題 他都看不清楚這樣子 好 不過呢在他們互動的時候 這時候 波娃他就會 常常會讀東西給他聽 讀報紙 然後就讀文學作品給他聽這樣 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想要說 他雖然很想要閱讀 但是他 他卻沒有辦法 就像我們一般的人去 這樣去閱讀 所以我想我們 現在都能夠很清楚地看到 這其實也是 我們 覺得沒有什麼 可是對於一個老人家來說 或許 當他失去了這個能力 他會很想要擁有 然後他覺得這個也是非常珍貴的 好 對 我們剛才講的是說 對於這樣的一種勢力的喪失 然後呢 身體的各種衰退 那其實 波娃他 沙特他有時候 他會用一種 波娃稱作 不正常的冷漠 來看待這件事情 好像他已經不太在意自己的姿態 也不關心自己身體 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 那我們來看86頁跟87頁這邊 他就有一些 蠻細緻的一個描繪 好 86頁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 倒數第三段 好 我們就來請我們穿紅衣服的這位同事 幫我們唸一下好嗎 謝謝 他來了 但他馬上就把他放大小便 還好沒有走在身上 我們把他的鞋子擦乾淨 市民端來用彈 他一直都有點正確 現在事業又不好 好像一切都混亂了 他已經很正常的 沒有對待這些事件 好像他已經不在意自己的姿態 也關切身上所發生的事 好 好 所以呢 這個部分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我們就可以更清楚 就是我們看89頁這邊 89頁的倒數第三段 89頁的倒數第三段 好 沙特 晚飯時沙特最讓我擔心 他已經沒有尿失禁的毛病 但是怎麼樣 好我們就請 好 我們就請下一位同事幫我們唸一下 謝謝 從酒開始嗎 對對 酒咖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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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喝 你取的分量 但我擔心他吃那麼多的面膜 因為他已有糖尿病的增長 此外 然後掉下來 他不願意我幫他切肉 好 OK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嗯 也許以後我們如果有時候 看到老人家吃東西吃了 厚力灑這樣子 我們其實就是要去 可能就不能用我們的眼光去看待那樣的一個事情 他可能就是身體的機能退化 讓他沒有辦法像我們一般的人這樣子 來處理他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細節 好 那這是他有關他的身體 但是在智力方面的話呢 其實他還算是有活力的 我們看下一段 在智力方面他還很有活力 我們就請下一位同仁幫我們念一下 好嗎 在智力方面他還很有活力 經歷有活力 但有時候會心不在意 有時候會被忽略 有時候會激動 對神有發力 當他對我說 我戴這瓶帽子 就很丟臉 或是你去參與時 他滿臉的 那些人在看你 因為他的感情是什麼 他們覺得不敢 讓我眼睛呢 他給你很難 以及擔心自己 看人多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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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視力的感情 好 謝謝 所以就說 當上升老年的時候 就說 他其實是一個很 等於說是一個很有成就 然後也很有自信的一個人 可是 老了說其實他還是問人家說 我是不是跟以前一樣聰明 好 然後別人看我是不是不夠高明 所以 有時候 變成說 他有時候還是 不但能那麼肯定自己這樣子 好 面對這種 智力的退化 以及身體的一個衰退 好的時候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上次的講話就說 欸 波阿跟蝦蝦他們兩個 這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他們並沒有結婚嘛 好 但是他們是以終身的伴侶 好 那大家可能就很好奇就是說 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婚姻的一個束縛 對不對 然後在面對這種 身體的病痛 其實我們知道照顧老人或病人 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嘛 對 而且那個通常是沒完沒了的 好 那我們看這個時候呢 就是他們之間 就是波阿跟沙特之間是怎麼互動 好 然後 然後 他這邊有講到說 後來他們就幫沙特換了一個新的公寓 好 那叫他搬進去住 然後之後呢 因為他身體開始 就是各種狀況不斷的出現 所以呢 波阿就晚上住在他家 一個禮拜住五天 好 住在他隔壁的房間 然後另外一個他們那個 他們的好朋友 來住兩天這樣 就輪流照顧 比如說在生活上有個噪音這樣子 好 OK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其實波阿他還是 他也 就是他常常必須要幫他 他自己手邊的工作去照顧他這樣子 對 因為他說醫生開了藥 有時候會讓他尿失禁又發作這樣子 然後腸子也是去控制 所以這樣的話變成說 就是會那個 比如說大小便沒有辦法自己控制這樣 所以他說有一天下午他回家家的時候 他發現沙特把衣服弄髒了 那波阿就幫他處理 然後他很擔心說他這個毛病會更嚴重 然後也很擔心說這樣會讓他吃苦啊 受罪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雖然他沒有婚姻的束縛 也沒有所謂的夫妻的這樣的一個名義 可是在沙特的身體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他身邊還是有波阿以及他的好朋友 都在身邊照顧他這樣子 好 這個我想大概這個是一種 應該是內心的一個政治的情感 所散發出來 然後所願意去為對方做的事情 而不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契約 或是我們有一個結婚證書這樣子 我們有一個結婚的情感 然後是我們有一個契約 一個叫做的情感 會不會是我們有一個人的感情 那樣子